哈喽大家好我是DK文文欢迎收看战舰世界喜欢文文视频的话可以点击下方的订阅来订阅文文的视频那就可以第一时间 收看到文文发布精彩的战舰世界的视频了妈妈再也不会担心我们可以是感谢我们本期的雷克萨啊为了部落 雷克萨提供的富莱彻的一局啊非常精彩的一局战斗那想通话的朋友的左下方用文文的头发油箱 大家可以把录像文件在简图一起来发到文文的头发油箱就可以了那么然后呢文文的话在熊猫每周四到周日的都会有做直播呢 时间也在左下方那想要带恋的朋友呢可以扫左侧的二维码联系文文的旺旺客服我记得看有一个人家初云对吧 练初云到大和然后呢练完以后发现哇初云胜率78%然后直接就是国服的装B绑第二名 你就知道了有时候人觉得哎为什么你卖的会比别人贵我想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卖的会比别人贵对吧 讲的是技术活因为战技这个东西你是抹不掉的对吧打多少就打多少如果说你要说找便宜的我推荐你你要不然就是找人家随随便便的对吧 就胡乱打的那种就要么选最便宜的要么选最好的不要选中间的不上不下还不定没你打的好对吧这个就不同了 那另外的话呢文文的还有个淘宝万事屋万事屋啊文的限量定制版的手机壳以及战舰的也都会有啊欢迎大家去选购呢这一看夫来车的话九级房 我们这边大缝对面埃塞克斯然后两艘丫滑哇我们这里的话防空战略的话防空能力会比较强啊而且的话是迪米特里西佩尔米哈 也是一个德毛组合对面是罗恩爱荡约克也是啊德西的话也会非常多那这的话直接去抢C点我们这里一个北卡一个西佩尔后面还是跟着迪米特里和那个米哈伊亚库都左傅所以说在这边的话防空能力会很好 而且他这里看他已经打自己警队员让西佩尔去慢点因为西佩尔其实完全不需要进点像巡洋剑的话你出去不需要往点你走而进了点以后哎有人打你再出来这个就完全没必要对吧 这的话是在做防空我们接到第一视角这的话防空报应该是不用开啊西佩尔肯定是会开防空的如果这个西佩尔不开防空这时他也是开了没办法觉得被炸了一下有点疼那这里的话应该是一般来说的话西佩尔肯定会去交防空所以说真的是 不用开啊这的话哇这里航母埃塞克斯013这一波是刚的很猛但是的话其实伤害并不是很高啊你看稍微砸了一下看上去这个画面效果哇被打的好惨其实 就是血量来说的话3000点血就和驱逐狗斗打两轮被巡洋打一轮到两轮的伤害嘛对吧然后现在应该是可以把c点拿下来西佩尔肯定是拿不到c这如果说他可以的话可以考虑说 帮西佩尔去拉波一烟这个就吊到不行了对吧如果说能帮西佩尔去拉一波一烟这个就能吊到不行我们看看哎他这里的话旁边还有个弗莱撤弗莱撤的话先不考虑开炮但是的话他有没有去想帮西佩尔如果说能帮西佩尔拉波一烟那基本上能把他救下来但西佩尔好像没有减速没有沟通那就不一定是一定要去帮队友拉烟对吧 但是的话你可以尝试的去做这件事情啊西佩尔的话也是很刚啊对面想办法是要把弗莱撤弄死弗莱撤的话只有两千多点血啊这种航母的局的话死一个弗莱撤对面的驱逐应该是会雪崩但是西佩尔一个全速他也是开的这个西佩尔想要去把他帮他拉烟对吧我们现在很想打的西佩尔减速西佩尔减速我来帮你拉我来帮你拉而且的话对面的提尔比斯金还非常非常接近了西佩尔还在 德学啊在那个没有过多哎你看他已经跟西佩尔说话了我帮你拉烟但是西佩尔会不会减速呢他不能减他不能把速度减下来西佩尔我们看一下烟雾西佩尔的话啊也没有减速啊西佩尔没有减速啊这波烟浪费了有时候队友啊你看一下的时候驱逐剑尤其是要多注意注意他说能帮你拉烟哇这个极数逼西佩尔停船啊这波烟是逼这西佩尔减速停船我跟你说我甩雷了你不减速你 不要吃我了你看怎么办吧对吧但是话这一波烟他如果能完全应该是没有啊前面这波应该是拉的非常的长我们看一下这波烟的话啊他已经是拉的那么长一团烟了但是他西佩完全没有停下来到有时候我们家驱逐看着我的时候我就会有很渴望的一个眼神去看着他有没有烟有没有烟而且像这种距离下的话这种烟雾的一个效果会非常非常强那对面的应该是提尔匹兹要吃雷啦 应该是要吃雷我们来看一下你可该你所拜拜漂亮西佩尔直接吃雷这个就好打了是那个提尔匹兹吃雷直接秒杀那么对面虽然说夫来车没有死啊但已经是完全的残血那这样这种局面下我们西佩基本上就可以纵横四海对面的夫来车其实如果说是交易波烟啊在笔点的话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没有叫漂亮该你所拜拜把他带走了如果说他交易波烟在笔点应该没有 什么事情但是好像是想要拿笔点又没有交烟想要跑那没想到我们家的西佩尔冲的那么刚所以说的话会比较难其实驱逐站点的话你就想好了要不然就偷点对吧有队友做防空掩护要不然就是一波烟一个点然后他这里的话应该是三技能是应该是没有出那个监察者那所以说的话烟是异常的一个珍贵啊那只有三个对面的 罗恩应该是要倒船对这个位置是唯一是可以打到对面是在跨山后面的一个巡洋剑也好啊或者说德美因卡那种点对吧唯一的能这样而且的话我们现在C点一拿对面想拿C点会比较难但是我们的库主佐夫位置冲的又是太靠前啊被爱荡被爱荡约克左右包夹这个是会非常难打 而且A点的话驱逐我两个两个夫莱特还有一个马汉双双是跪在了A点对面吹雪两个然后再加上巡洋剑的输出我们后面只有战略而且战略还会被打很惨两艘压滑雪量都是被打得很低很低那肯定是失了吹雪的雷而且的话他们吹雪一个人头应该是把我们家的应该是把我们家的马汉或者夫莱特直接是雷死了 这个就很难打而且的话战略走这个位置啊基本上就是要被狂洗可是没办法肯定是要被狂洗对面还好一直在倒船如果说是往山口里面进的话那个就很难所以说这边是先对罗恩出云甩一波雷雷甩完以后想办法去抓驱逐但是他们的贼线还有一艘巡洋剑在这个是很难打其实前面那种的话我们家驱逐拉烟不要停在里面去贴着山走对吧 打搞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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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对面的罗恩应该是准备是要绕但是的话我哎呦漂亮我看到他这个内切啊压滑内论炮弹就会打得很爽罗恩直接是被打残啊而且七千多的雪现在是剔头冲的位置但是我们战略的雪量非常非常低啊一个压滑就四千多哇死了还有个压滑是回回大宝剑回到了四万多但是的话现在是单收压滑想要干嘛的确是 是非常难,他鱼雷马上就要装填完毕了,开始要雷,但是好像是2技能啊,应该是没有出一个鱼雷的装填 1分40几秒,那如果说出了鱼雷装填,夫莱车的一个鱼雷应该是1分多钟啊,这个会很屌,那可能是技能不够啊,还是在练的当中 所以说的话,而且他是前面7公里多就被飞机点亮,应该是没有出5技能的 出了5技能的话,应该起码来说夫莱车的隐蔽基本上是7公里 水战的话是7公里才能点亮,这里我们来看看这一波雷 去雷出云,出云的话,不要切,不要切还是有机会的 这一波雷的话应该是可以中1,2,3,3颗 他这样转的话可以中4颗,中4颗,12,34,哇,船头再来,好的 爽爽爽,这4颗伤害就是打的爆表 而且现在的话这个点,你要交烟雾才能站,对面的鱼雷机已经开始来找我们了 或者说是来找鸭花,鸭花,哇,又被雷死了 对面驱逐完全没有针对啊,而且大风的话在这里视野并不是很好 所以说现在苦苦苦苦苦,而且还要当心后面的鱼雷机 真的要当心鱼雷机,这的话想办法拖,对,切,切,躲鱼雷机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内切 哇,他是自动投吗,对面的埃塞克斯是自动投吗 这个有点刚啊,哇,当然,哇,这个要叫烟雾了 后面的,兄弟,这个一定要叫烟雾啊,这最好的办法就是叫烟雾 要不然就是开防空,对吧,有防空开防空 但是我觉得叫烟雾的话,开防空要想办法躲 轰炸机过来了,兄弟还不开吗,要投了 他是很紧张,这里一定要叫了 再不叫的话,砸下去一万多点血队 现在就是开着,现在开始左右牛,左右牛好大 一轮没有砸中,还有一波,哇,还有炮弹 这个好找,哇,来了,来了,来了,哇,轰炸机 哇,还是没砸中 好,那这样的话,他直接战斗就飞走了 我们应该是能够消点,而且14公里出云的话 还有那个迪米特里啊,距离都拉得比较远 但是战斗机又来了,看到没有 这战斗机又来了,哇,好难啊,这游戏好难 虽然说我们拿了两个点 但是的话,我们只剩一艘北卡迪米特里和妙高 那他们的话,都是没有人头,有人头的全死完了 那就要看大风啊,这种,看到底是怎么打 对面现在很简单,他们基本上的话 兵力都是在A点,那么我们就要卡住笔点 分数还是在涨,能拖得越久越好 拖得越久越好 现在是,而且对面是两个吹雪 血量都还可以,就一万 富莱车想要去抓还是很难 哇,又被打了一轮,哇,疼疼疼疼疼疼 只有9600了 这的话,他还是想要雷 罗恩吗,没有 应该是雷他们家的驱逐 雷驱逐还有那个寻阳的一个方向 往这一波雷扔过去,看看有没有戏啊 我们家的大风也是啊 开始是猛搞 但他们这一波要想雷死驱逐吗 这一波雷也过来了 哇,妙高又死了 现在只剩一艘迪米特里 一艘北卡,一艘弗莱车 而且的话,因为制空权在这边 他这边开炮想打 但是这个视野可以直接拉烟啊 这里可以直接拉烟 哇,当心当心当心 躲鱼雷,躲鱼雷 这波鱼雷应该可以躲掉,可以躲掉 对,优先躲鱼雷,把命保住 这才是真的 对面还受吹雪是一万多 现在是把烟雾拉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波鱼雷的话 应该是有戏啊 看看,右边 诶,好的 跟你说拜拜,吃雷了 然后剩下的话 哦,罗恩又吃雷了 后面的初云还要躺雷 初云,初云距离不够 但是罗恩的话,漂亮,双杀 这波雷可以 迪米特里的话,航雷 也要再中,再中 好的 然后然而并没有进水 然而并没有进水 我们这里的话是被迪米特里雷达侦测到 还要继续跑 哇,玩驱逐就是那么刺激 拿完人头 刷完毕直接跑 赶紧走 赶紧走 好的好的好的 现在是雷达 雷达也是过了 雷达时间应该是过了 因为毛群的话 雷达时间还是会比较短 虽然说距离远 但是雷达时间还是比较短 这个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然后我们家的北卡28000 血量都并不是很健康 但是我们的分数 已经是领先对面的400分 他现在应该是想我再扔一波雷去拿A点 这个三点全拿就可以 因为像现在迪米特里这种的话 想要拿点会很难 而且他现在因为是被航母在针对 哎这边是找到了驱逐剑 这早找到了吹雪 哦他应该是出了隐蔽值的 应该出了隐蔽值5.9公里能 再被点亮花是出了隐蔽值 但是其他的技能不知道是怎么出 2万应该是技能出了一个加血 对吧 然后继续爽 哦 因为点数不是很多啊 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乘坐冷静肯定是出了 这的话再打吹雪 哇这个伤害输出肯定是 没得搞吹雪的话 还如果说是杨岩这种的话就会很疼 而且吹雪的话 炮速 哇哇哇 疼疼疼疼疼 对面的话现在是护博啊 1600多点血 还有400多 甘妮索拜拜 带走他 好样的 海怪到手 那当 两个吹雪一死以后啊 这个局面就不同了 因为对面的迪米特里在硬钢北卡 那只要是说北卡把迪米特里搞死 剩下的北卡和初云 看他们走位还是比较耿直 这可以想办法去雷击他们 然后再去站A点 这个位置很爽 这个位置很爽 你就是 其实可以先往北卡和初云那个方向走 对吧 然后呢 初云一波雷 北卡一波雷 可以看一下他们为雷的位置还是比较接近的 初云在这里 北卡在这里 扔一波 然后再消一个点 对 再初云扔一波 这两波雷以后 但是我们驱逐舰的话 其实在这个位置可以开爆 找到对面 埃塞克斯了 埃塞克斯在这个位置 这个可以有 这个可以有 那么对面的战略 我们一波雷扔好以后 这个战局很有意思 这样的话一个情况就是说是 我们是找到了航母 然后直接去追塔 手上有烟有防空 然后看看 看看初云要吃雷吗 初云要吃雷 来一波 甘尼索拜拜 漂亮 然后后面一波雷的话 哇距离到了 但是迪米特里的话 应该一波雷 这个北卡血量有点多 但如果说北卡是可以 转 对的 我们家北卡不要死 他们在北卡甩侧面了 有机会吗 再打一轮 兄弟 刚一轮 打北卡 一炮能不能出来 哇 哎 出来但是的话 这个角度 还行还行还行 就这个角度会流微差一点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镜头 这里的话 因为我们血量偏低 所以说 你不要离埃塞克斯太近 为什么 航母有副炮 对吧 这个时候你看把它点着就可以了 这个防空炮一开 他一点办法 哇这都中 我刚刚想说他开的防空炮 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吧 雷击的话 鱼雷可以可以扔啊 可以扔啊 他血量一半九的话 吃一颗就死啊 但是他觉得想要留一点 留一点 但是当天要复炮 应该是五公里就要来了 是五公里防空炮 对五公里进城复炮 就开始来了 这时候的话 九千多 这甩两波 这个我觉得已经是打到这种程度 漂亮 我们的航母是把对面的北卡搞死了 再来一个七杀 再来一个七杀 兄弟 四七四百五 五天旋 甘尼索拜拜 漂亮七杀 实力大翻盘 哇 太屌太屌太屌 这个太爽了 你说他这个截图啊 稍微有点那个我跟说 大家说截图的话 你就是全屏截图F12右边哪个 或者说不懂的话 去百度就可以了 对吧 但是伤害还是哇 一万八 一万八的经验 七十万银币 有双杀 哇 这数据太屌了 要什么有什么七杀 我经验四千零五十一 非常屌非常屌 伤害的话 打了17万富莱车 结果就一直觉得富莱车是一艘好船 好的 那也是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拜拜